当然不是用眼睛看 这边的话我需要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逻辑函数 那接下来的话我可以用什么 这个在逻辑 那也就是说呢 在这边的话有一个类别 就是在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逻辑 那逻辑主要当然就是帮你做判断的意思 判断说这个成绩如果合格 那就帮我怎么样 放一个合格 反之不合格 那就帮我把它放不合格 或者甚至颜色换一下 当然也是最好 OK所以接下来的话我就用这个逻辑里面的if if按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逻辑是什么 你要跟他讲逻辑 就是logitext 这个意思说你逻辑是这个成绩 所以把这个成绩搬过来 然后呢 他如果大于等于60分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输出一个如果为true value if true 就是如果这个逻辑 他的结果是为真的时候 那我就输出什么 输出合格 反之的话呢 输出不合格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打一个这个合格两个字 OK 合格 反之的话就不合格 那当然理论上前后 输出的是一个文字 前后应该有双引号 那我没打没关系 他会自由帮我打上前后双引号 那反之就不合格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加一个部 OK 那有一些函数 会自动帮你加前后双引号 但是有一些函数不会 像我们之前用过一个test函数 他format test理论上是要文字 但是你没有加 他不会帮你加 但如果你一定要自己加 否则会发生错误 那向下填满的话 那理论上就会自动帮你完成了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